那有的臭宝说老花姨我养的这个天堂鸟胶尖 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叫尼古拉斯赫旺兰 看到了吗 不光你的胶尖我们的也胶尖 这个很正常 你看 它就长得跟不好似的 你看这个也是 这也是 为什么你养的胶尖 你有什么办法能解决掉它吗 可以的 这个东西它需要一个很哇塞的空气湿度 我们这边就相对来说比较干 但是你别看老叶子胶尖这那的 从我这个环境新长出来的叶子 它就没那么挨胶了 它叶子就不会那么大 明白了吗 如果说你们的老师胶尖胶的多 你就这样给它全部剪掉 把下面的剪掉用上肥料 让它长上面长新的就OK了 关于光照这一块是可以给的 胶水你要拿捏一下 这个东西的根系很粗 看到了吗 特别粗 就是它比较耐旱的 它在云南地区可以实现地灾 你知道吗 你们云南好多服务区里面都有这玩意 不光有这个叫尼古拉斯荷荒 在云南很多的绿花带里面还有天堂鸟 正儿八经正的天堂鸟 还真有呢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 你要是说它不耐干吧 它也耐 就是说你们刚收到 它们基本上它原有的环境很湿润 它到你们家就会这个样子 我们这个也是 但是新长出来的你看 这个就适应了 看到没 我们那边还有一棵 你看 上面那个叶子长得多大 老大一棵 对吧 上面那叶子多大 就是在你这个环境里面长出来的 它就不会那么焦尖了 老叶子焦尖很正常 你把它剪掉 剪掉让它长新的 好吧 这个怕冷啊 要是有个零下 它就能冻死了 你要是在福建地区三五天的一个冷天 那个是没事的 两广地区溜花袋里边 包括云南溜花袋里边多的是这样玩的 就折好眼 有的话如果在家里 在家里也跟你讲了 如果说你们家的老叶子长大了 你就剪掉 剪掉用上肥料 让它重新长新的 慢慢来 别着急了 觉得不错就挺让关注啊 我说的话一 眼花最在一 白了出不